山東蓬萊是一座歷史悠久 景色秀麗的海濱旅遊城市 數以人間仙境文明於世 在這個仙境一面 入一個白仙過海景區 每年都吸引了無數遊客旅遊觀光 白仙過海景區 作落於蓬萊市北、黃海之濱 由白仙坊、白仙橋、望迎樓等 近40處主要景觀組成 更有海上棋石林、海上長廊 隨處可見以白仙為主題的雕塑 堪稱是巨大的藏寶庫 為何景區要改名為白仙過海呢? 相傳原來這裡 真是神話中白仙過海的地方 景區中的一塊鞏越形白仙壁 就完整地描述白仙過海的故事 相傳有一天 白仙齊聚於蓬萊飲酒 突然興之大喜 意欲過海一游 但相約好不可以坐船 只可以覺顯神通到達彼岸 至此就留下了白仙過海 覺顯神通的美麗傳說 而白仙過海景區 就是在這麼鮮悍的背景之下 應運而生 白仙過海景區飄浮在大海之上 景中有海 海中有景 內外都以海水相連 景觀更加集自然 與人民景觀於一體 周圍海域天高水闊 景色壯觀 相信一定會令大家流年忘返 兩位 未來的一位 未來的一位 記者會請